大家好,欢迎来到亚名乐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首歌曲是在2010年的时候 由王菲唱着这一首歌步入了央视的春晚 从此这一首歌走进了人们的听觉世界里 那么这一首歌曲就是由李建创作的传奇 这一首歌曲其实它是电视连续剧李春天的春天中的片头曲和片尾曲 它在2003年的时候就创作了 但是这一首歌曲在之前的传唱度相比起来会弱一点 在2010年的时候上入春晚之后 然后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和听力当中 那么这一首歌曲在同年2010年的时候 也获得了央视以及MTV联合举办的音乐盛典中最受欢迎的金曲 下面我们就把这一首歌曲的旋律来唱一遍 这一首歌曲没有很强的一个强弱起伏的变化 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是比较平的 但是呢这一个情感却非常的充沛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去安静下来 一定要去静静的 就像是跟别人去轻轻速说自己的故事一样的感觉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唱一下这一首歌曲的简朴 前面是前奏 我们接下来韩 Sehr emphasize 我们都参加一些这一首歌曲的意思 所以我们 ter下令我们太阳赞 我们都参加很一起 其实每天都看到边站一边 Academy两次歌曲的歌曲的歌曲が 乕业来 乱 乱 坐 乱 乱 坐 乱 乱 所有 都吃 乱 乱 Hope 有故 乱 乱 乱 ребята 乱 乱 poses 乱啦 咪 乱动 咚 乱 乱 都 都 搜 都 搜 发 咪 乱动 都 咪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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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咪 乱动 都 都 搜 都 搜 发 咪 乱动 都 咪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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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搜 搜 都 都 都 咪 锐 锐, 都 锐 锐, 当た 这里 上完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感觉后面还是有一样 就感觉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一个歌曲呢 其实是李健呢 他当时是住在一个 北京韩伦的四合院里 当时他看了很多的电影和书 其中刺维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让他感受比较多 所以呢 他就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旋律 那么这一首歌曲呢 其实传唱度还是挺高的啊 还是有挺多的人 然后都在传唱这一首歌曲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一首歌曲的歌词 带大家我们来唱一遍 注意他的气口 前面的尖奏 我们就省略啊 后面从这开始 吸气 前面有一个空拍 一定要空出来 很多的一些基础学习声乐的朋友啊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 旋律感也都挺好 唱的也都挺好 但是就是关于前面有空拍的 这一个节奏掌握的不是很好 然后一定要 空叨叨 空叨叨 一定要注意 空叨叨 注意节奏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呢 其实可以拍着手 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一眼 空 空 空 还有空 空 空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在相见 空叨叨 空叨 空叨 你 CV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当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只是以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好这就是歌词在最后的时候 这一首歌曲整个都非常的平静 其实他写了一首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首爱情的故事是表达了 双方两个人对于爱情的相守 以及忠贞坚守 所以这一首歌曲还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细细的去品味 那么关于唱这一首歌曲的技巧 因为它是一首通俗歌曲 那我们在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用自己口腔的这一个状态去唱也行 就是一定要细着唱 如果是你不细着唱你会唱成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声音太往外 嘴唇太紧张 口腔太紧张 都没有放松 活动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其实你可以就像我之前说的 先把我们的口腔打开 哪怕唱这一首歌曲 我们可以也练习一下我们口腔打开度 这里有一个耳垂 这里有一个窝 凹进去 你一张嘴它就凹进去 对 它凹进去 活动我们的这一个口腔 活动我们的这一个口腌 外部的肌肉放松 好 大家如果是对于歌词还是不够熟悉 还是不够明确这个咬字的话 还是一定要慢下来去朗诵这一个歌词 下面呢我们就跟着伴奏 一起来静静的欣赏一下 和跟唱一下这一首歌曲吧 像轻轻跟别人诉说一样 像说话一样 特别的安静 这是一首非常有内涵的歌曲 声音不要太炸 打开口腔 吸着唱 它沿着声音 打开口腔 ơi 你 如果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只是以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浓游 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天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宁愿有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遭远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宁愿有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遭遇 从未遭遇 只是以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大家在唱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存在 一定要静下来 另外呢 我们在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鼻腔 去带动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咬字 你看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的这个声音相对起来 听起来就会好听 就会空灵一点 当然如果是我们口咽部 如果是运用的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在口腔处去发音 但是呢 如果是你想要 有找一找空灵的感觉 你可以 只是以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评论 想要更多学习声乐系统课程 可以私信我们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下期再见